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提到了 亲爱我 笑河南 亲憎我 笑方贤 也就是告诉我们 父母亲对我们的爱 是无私的付出 相对的 我们报答这一份亲恩 也是理所当然的 即便父母对我 对我们兄弟姐妹 或者有哪些看法 甚至呢 有不好的印象 我们也要极力的来孝顺他 千万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父母对我们的不好 然后我们也跟他们发生了对立 这样都不是为人子女所应有的态度 接着下来 我们再往下来学习 从字面上 我们看出 这一句话 他所说的含书 他所说的含义就是指着 假如我们的父母有过失的地方 有过错的行为 为人子女也应该善巧方便 来劝劝他们 以无色柔无声 就是指的 我们应该要用和颜月色的容貌 来对父母进行劝导 但是有一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谓的父母有过 长辈有过 过的标准在哪里 我们不能不知 有很多小朋友 他在小时候 也许他看到父母 有哪些习惯毛病不好 兴冲冲的就跑到父母前面说 爸爸你这错了 妈妈你翘起二郎腿 跟弟子龟呢 不符合 我们老师说 不可以这样 那么这样呢 不是为人子女的 这个对待父母的态度 这里所指的是 有重大的过失 或者有重大的决策 错误 会影响整个家道 整个家风 甚至甚至是整个家产 所以面对这样 做子女的 应该想出好的方法 来进行 比较这个合理 怎样用道理来开闲 让父母 让父母也能接受 我们的看法 当然 作为子女的 我们平常所表现的 我们的态度 本身 在平常当中 就要 让父母 对我们 对我们 有信任 让他们 也感受到 我这个孩子呢 他所说的话 是值得 信赖的 我们在 社会上 也看到 有很多子女 他可能 到过国外 学习 也可能 取得了 很高的 学位 那么 他或许 就会认为 家里的老爸 老妈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思维 可能都是 落伍的 甚至呢 瞧不起 自己的父母 这些都是 错误的 想法 错误的 看法 夫子 在论语里头 有讲到 年少的时候 我们容易 血色 血气 方刚 所以 戒之 在色 壮年 这个时候呢 就戒之 在争斗 而老年 则 戒之 在得 我们 也看到 社会上 有很多老人 他晚静 凄凉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在领到 一笔退休金 之后 有朋友 怂恿 投资了 事业 结果 很不幸的 血本 无归 连晚年 得知语的 这个退休 老人金 都 付之 一句 所以 当我们看到 父母年纪 大了 假如 与他接近的人 有怂恿他 投资这个 买那个 我们都要特别的 谨慎 因为 老人家 好不容易 挨到了 退休 有了一笔 可观的 退休金 都是属于他 养老的 老本 所以 作为子女的 如果我们 有看到 有这样的人 或者 家亲 眷属当中 有人 怂恿 我们的父母 把老本 拿出来 投资 我们 一定要 分析 道理 让父母 知道 不要让他们 在晚静 因为一时的 决策 错误 一时 不小心 起的贪念 让 晚年的生活 失去了 保障 这些 都是我们 为人 子女 也要 特别 注意的 所以 亲友过 这个过 不是一般的 习气 毛病 地子归 这部传承 三百多年的 家教宝典 如何 奠定 做人的根基 成就幸福 美满人生 杨绪 坤老师 作客本台 向您 娓娓道来 怡无色 柔无声 假如我们 有看到 别人 有过失 有比较重大的 不好 不好的行为 我们在 劝谐的时候 一定要 掌握住 自己的脸色 好不好看 是不是 急眼 地色 是不是 很严肃 一副 教训人的 样子 一副 好像 自己 就是 圣贤人 一样的 遗旨 气势 让人家 感觉 受不了 即便呢 对方 有意要改 也因为 我们的态度 不好 而让人家 起的反感 所以 在论语里头 夫子 也讲到了 子孝 有一次 就问孝 那么 夫子 就回答了 色男 有事 弟子 扶其劳 有酒 事 先生 传 正是 以为 孝乎 孔老夫子 在此地 特别 强调的是 色男 我们的容貌 我们的 这个脸色 当我们 与人 对话 尤其 别人 有不太 对的地方 我们想 开口 我们 有没有 想一下 对方 可不可能 接受 接受度 有多少 那么 什么时候来讲 把握这个 时机 是不是 我们都有 考量过 这个都是 非常 重要的 因为 谁 都不愿意 承认 自己 有过失 因为 一个人 要看到 自己 有过失 是有 相当 难度的 就好比 我们脸上 抹了黑 要是 没有镜子 没有 这一面镜子 照出来 我们是 很难 发现 我们脸上 有灰的 更何况 是晚辈 要来 劝 长辈 这又是 何等的 难事 在历史上 有一则 这样的故事 在 古时候 有一位 叫 蓝姐 这样的 一个 孙媳妇 他们一家 也是 非常 幸福的 家庭 但是 这个蓝姐 她看到 自己的婆婆 对太婆婆 并不是 很孝顺 尤其是 态度上面 可以说 是百般的 不好 而太婆婆 年纪 这么大了 面对 这样的 媳妇 虽然 很痛苦 也很难受 但总是 年纪大了 也没有力气 跟媳妇 来争执 来较量 然而 看在 孙媳妇 眼里 这个蓝姐 呢 就特别的 难过 她很希望 做一座 和善的 桥梁 搭起 婆婆 跟太婆婆 之间的 良好 关系 所以 她就想了一个 巧妙的方法 这个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 在半夜里头 偷偷地 到婆婆的房里 轻轻地 敲开门 到婆婆 房间 跪着 跟婆婆 哀求 希望婆婆 能对 太婆婆 好一些 并且呢 也 叙述了 她说 婆婆 假如 当你有一天 老了 我如果 像现在这样 用你的态度 我将来 来对你 你又会如何呢 这一句话呢 深深地 敲醒了 婆婆 婆婆 从此以后 就对 太婆婆的态度 逐渐 改善了 而这一则 在 半夜里头 做这样的 劝谏 做这样的 这个 归 归过 都没有 人 知道 也保护了 婆婆的 面子 那么在 这种情形 底下 拦截 这一份 表现 真的是 非常 难能 可贵 所以 古人 又说到了 劝解 别人 应该 归过 于私 这个 这个私 就是不要在 大众的场合 底下 来指责 别人 有错 别人 有过失 尽量 我们不要 做这样的事 那么我们 再回来 夫子 所讲的 色难 我们都 晓得 侍奉 父母 好像大家都 能理解 但是 他的态度 有没有 恭敬 我们 却不得 不省私 自己 从 搬一杯 茶水 给 父母喝 从服侍他 我们的动作 是 清缓的 我们 对他 给予的 是很 柔和的 这个 跟很多 大大咧咧的 他是 不一样的 给对方的 感觉 更是 不同 何况 父母年纪 大了 他的脾气 有时候 是像 小朋友 一样的 像小孩 一样的 有时候 我们 也要像 这个 孩童 一样 来哄 他 并不是 我们 欺骗 他 而是 用 很 活泼的 语调 来跟他 对话 让他 欢喜 让他 心情 快乐 所以 亲友过 见识 更 我们 对于 父母 有重大的 过失 除了我们 刚刚 讲的 以外 还有 重大的 比如说 赌博 这是很 严重的 所以 当我们 在家里 我们 除了 关心 父母 之外 他们的 交友 状况 我们 也要 多一份 的 关心 来了解 尽量 不要让 父母 在晚年 有哪些的 遗憾 发生 弟子归 这部 传承 三百多年的 家教宝典 如何 奠定 做人的根基 藤旧 幸福 美满人生 杨绮芬老师 作客本台 向您 娓娓道来 而色难 却也是 最难的 为什么呢 我看过 有许多人 对待自己的 长辈 尤其是在 医院里头 如果有到过 医院的人 都知道 在医院里头 的对话 对话 我们看到 躺在床上的 长辈 父母 我们的言语 都要很特别的 轻柔 因为这个 疑无色 柔无声 确实 很难做到 尤其是 长辈 年纪大了 耳背了 耳背了 耳朵 听不太清楚 我们对于 子女的 有时候 除了联讲 还要带手势 让父母呢 能了解 让他们呢 更能 深刻 体会 体会 体会到 我们对她的 这一份 关怀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呢 也一定要记得 要低声 下气 低声 下气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父母呢 感受到 子女是很不耐烦的 人生 非常难得 才会成为 才会成为 家亲 眷属 才会成为 儿女 亲戚 父母对我们 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不仅 要感怀 终生 那么当我们看到 她有过错 有过失 心里也会 非常的 矛盾 非常的难过 但是难过 还得过 还得要面对 事实 在乡下里头 我们经常 有看到 甚至呢 左邻右舍 都有这样的 传闻 就晚年呢 就是贪小便宜 喜欢好赌 做子女的 很痛苦 但是就是没有人 出来 劝谏 这都是不好的 而过去呢 我刚嫁为人妇 在家里头 公公 有一些朋友 在她工作之余 总是会来找她 下棋 而这个下棋呢 总是有钱的 有钱的 婆婆呢 非常的伤心 不知道要怎么来做 那么每一次呢 每一次 输完钱以后 就会在我面前 数落婆婆 大声的 数落她 作为儿媳妇的 看到这种情景 实在很难过 我也一直在想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帮助公公 戒掉 这个不好的毛病 虽然不是她愿意玩 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的人 一看到 现在没有生意上门了 就主动来找她 而婆婆呢 这一生当中 到了晚年 最大的顾虑 也就是晚年 自己的老本 能不能守住 当我知道了以后 我就想 我一定要找一个时机 来劝我的公公 虽然我的公公 现在呢 离开我们 已经有近十年了 讲出来呢 也许是不对的 但是呢 我们也要劝 为人媳妇的 为人儿女的 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如何来帮助 长者来接 我在当时 刚好也是 公公 对婆婆 大声之后 我把婆婆 支开 然后我 就跟公公讲 四下无人 我说 我进门 没多久 才将近一年 但是 我看到你 每一次这样 我看到 妈妈 很伤心 很难过 而我看到呢 更加的难过 能不能 请你以后 假如 玩书了 也不要骂婆婆 不要把这个气 加在婆婆的身上 我这讲完以后呢 我看到公公 脸上一阵红 那么 因为我已经 想好很久了 我用非常虔诚的态度 这样来讲出 内心的真心话 接着呢 我赶紧烧开水 我赶紧泡公公 最喜欢喝的茶 然后呢 请他做好 那公公平常呢 也很幽默 就开始呢 一直讲 一二三 三二一 一直讲一些笑话 都他老人家笑 直到呢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以后 我又看到 公公露出了笑脸 那么我就开心了 公公呢 也对我没有忌讳的 在这种情形底下 小淑没人知道 我先生也不知道 婆婆也不知道 这样呢 大家都不晓得情形底下 我们这一关呢 就过了 从此以后 公公也不再 数落婆婆了 那么接下去 还有没有招呢 有 因为家里有这个棋盘 我呢 就趁机会 趁有一次呢 生意很忙很忙 我就把它给 偷偷的藏了起来 那么自己藏到哪里呢 最后也忘了 直到生意忙完以后呢 有一次 有一次 又有这一帮人 要来找公公下棋 结果呢 大家也找 我也找 我确实忘记了 放在哪里 从此以后呢 就没有人 再来找公公下棋了 今天就为大家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弟子归 圣人训 受孝记 刺进信 犯爱重 而心人 有余力 则选 做嗨 一点 手 谁 sloppy 大 軀 所